盧彥勳打進了前霸牆 一戰成名 但是呢 雖然他的表現 大家都看到了 不過政府沒有幫忙就算了 習近平院長吳敦毅在昨天竟然還說 不幫盧彥勳是沒有辦法的事 所以這樣的言論引發了爭議 不過今天早上吳敦毅出面來澄清 說這完全是媒體斷章取義 而且還反批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也沒有對優秀的運動員伸出援手 盧彥勳 軍打進溫布頓網球賽前八強 行政院長吳敦毅給了這樣的評論 真是為台灣爭光 一鳴驚人 人都是這樣嘛 你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要上一個舞台 你總是不為多數人所知 所以現在不要有人事後有先見之明 所以為什麼他過去政府 或者誰不去鼓勵他 不去誇獎他 不去幫他 這是沒辦法的事啊 全世界都是這樣啊 這番話引發失言的爭議 隔天吳敦毅趕緊澄清 那我昨天特別講 我說政府應該 從培植選手就開始 發掘選手 你從國小的階段 從國中 從高中 大學 社會的階段 逐步的去培植人才 可這一部分 他們也沒寫也沒播 然後就斷章取義 我講事實句 那就兩句 就說我失言啊 抱歉 我沒有失言 不承認失言 把爭議推給媒體 還脫慮於下水 今天有一個過去曾經擔任過 體委會副主委說 那這個是一個無人的政府 那他先罵他自己的政府了 他們執政八年啊 過去那八年有幫過盧彥勳嗎 有幫過王建民嗎 都沒有 所以自古以來都是叫自助人助嘛 演員也是一樣啊 你現在也不容易找到說哪一個女生 就是激政的第二個 你也不容易找到一個男生說 你就是洋傳廣第二 看到吳敦義前後不同調 被點名的前體委會副主委 蔡黃朗很火大 吳敦義院長 對體育運動的無知啊 才是台灣優秀選手的苦難 韓國 新加坡 日本跟中國 哪一個優秀選手不是由國家重點栽培啊 今天盧彥勳打出來亞洲第一 馬英九跟吳敦義 想要掛地方位 但是又不講出負責的話 你不要說體育選手聽到 我聽到都非常痛心 一直以來我們的選手 都是這樣單打獨鬥 然後等到出名了 我們政府才來分享他的一個光榮 盧彥勳打出溫布頓奇蹟 政壇沾光不成 卻因為吳敦義的評論而吵翻天 明視新聞綜合報導